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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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躍 本地農場也不可以掉以輕心 要加強抽驗 他又說內地H7N9 禽流感的人類感染個案有增加趨勢 預料未來兩至三個月 本港亦都有零星的傳入個案 日本地雞犯說 一直按照餘活署的指引 做檢驗和注射疫苗 不擔心本地雞會感染禽流感 如果一旦要轉到打鼓嶺做檢疫 預料活雞分銷到街市的時間 會比正常遲半天 關愛基金再次為俗稱的ANMO人士 推出一次過生活津貼 金額亦都會提高 預計會有五萬三千戶首位 非公屋非縱緩低收入住戶 一次過生活津貼援助 將為明年1月2日重新接受申請 今次的金額加了 一人住戶津貼金額由3500元加到4000元 二人住戶加到8000元 三人住戶11000元 今次新增四人或以上住戶組別 有13000元的津貼 預計有12萬6000人即是5萬3000戶ANMO人士 對ANMO的津貼是一次性的 不會變成恆常 認為和在職低收入家庭津貼是不同 過往的紓困措施都經常有額外 譬如說給中緣人士額外一個月的 中緣的標準金額 以及幫一些住在公屋的住戶交 一個月或者兩個月的租金 而這些又不是留在中緣 又不是住在公屋 就不能夠受惠於這些紓困措施 所以才有這個關外基金的項目 和有沒有這個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不過他承認部分ANMO人士 可能同時受惠於兩項津貼 無線電視記者劉智恩報道 兩項津貼如果重貼的包 是否應該取消事實一樣 都是一個疑問 有關注劏房戶組織擔心 政府在推出在職低收入家庭津貼後 會取消關外基金的 這個津貼ANMO人士的項目 可能會有十多萬人因此失慮自助 關外基金和在職低收入家庭津貼 津貼的對象都是低收入人士 但資格有不同 兩個津貼雖然都不接受 縱援戶的申請 但低津不接受一人住戶申請 兩項津貼對申請人住公屋或租私樓 工時多少 租金多少都有不同的要求 關外基金預計有12萬6千人受惠 總津貼額大約4億6千萬 低津的規模就大很多 預計71萬人受惠 要動用31億多公帑 舉例一個二人家庭 如果沒有取縱援又不住公屋 入息、租金、工時都符合資格 有機會可以同時取得兩項津貼 有關著劏房住戶的組織擔心 政府正式接受在即低收入家庭申請的時候 津貼ANMO人士的關外基金項目就會取消 公屋輪候已經有13萬人一人申請 這13萬人我相信很大部分 都是符合低收入的要求 但他們不能受惠在低收入家庭補貼上 只能透過ANMO人士津貼 一次過有些津貼給他們 在職低收入家庭津貼在立法會財委會 因為拉布仍然未審議 勞工及福利局曾經表示 通過了還要15個月時間去籌備 如果農曆年之前通過 最快要2016年第二季才可以發房 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恩報導 新居屋今天開始接受申請 去到Iman房委會收到570份申請表 到現在房委會已經派了超過16萬份表 當中白表的數量是可配售單位大約130倍 在房委會樂副居屋中心 陸續有市民來交表 還讀大學的曾小姐 希望抽到青衣或荃灣的居屋 不過首期就要靠家人付 你有穩定收入 才算起碼10年左右 你都要花時間去申請 要買私人樓 那不可能 有錄表申請人說現在一家五口 住在葵聰邨一個二百多呎單位 他們心疑荃灣上翠苑 打算向親戚借錢給首期 想自己要撈住 自己高一點 那屋不高嗎 太窄了 今次推出的五個屋苑一共有2160伙 錄白表比例是6比4 截至星期二 房委會一共派出五萬多份錄表申請表 白表申請表有超過11萬份 不計網上供下載的表格 如果所有排隊拿申請表的人都交申請表 即是白表有130人欠一個單位 而錄表亦有44人欠一個單位 申請期到明年1月12日 3月繳朱決定選樓次序 預計最快五月選樓 有學者預計今次申請數字可能會破紀錄 建議政府重新啟動私人參建居屋計劃 和放寬樓花預售期 早點去達成他買到一層樓的照片 政府的樓又好 因為政府不會像發展商 之前發展商不會有所謂的